你搭飞机的时候是抓紧时间看电影 还是等着吃飞机餐 有一群人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呕吐袋 不是晕机想吐哦 这些人是专门搜集呕吐袋 61岁的史提夫1982年 还是大学生的时候 某天就搭机看到眼前的小袋子 心里想 我敢打赌没有人想搜集这个 然后就开始了这个疾袋之旅 至今已经搜集超过3200个 还在网路上弄了一个虚拟博物馆 让他们代代相传 跟全世界的人分享 79岁布鲁斯也是一个带控 拥有7300个带子 他说全盛时期大概有100多个收藏家 但现在大家都老了 加上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 采用纯白的简约设计 不像以前设计的那么逗趣 像这个维珍航空的卡通限定版 就印了喷吐飞天男孩 还有星战系列 大概是有人使出原力呕吐吧 你有特殊收藏吗 欢迎来留言 想看更多按赞加分享